昨天我們報道過 有網站大量出售尿片套票 部分客戶未能收貨, 又退不了款 估計輔助超過一千五百人 今天仍然有客戶上門追討 既後海關帶走負責人協助調查 今天更加開技招交代安程 馬上凍張細亡 歡迎收看東張西網 家族生意大家見得多 不過開家族生意竟然是開網上的 情騙集團, 真是估計不到 不過大家不用再擔心 因為警方已經拘捕了這班騙子 被騙的九成都是男士, 明白的 不過他們小時候都猜不到 隔著Monto他們談情的女士 竟然是兩兄弟 而這兩兄弟的媽媽負責管嫂 兩兄弟的女朋友負責集務 一年半, 壓助超過一百五十人 涉及的金額竟然有二千多萬 警方呼籲大家 無論是電話的短訊也好 社交平台也好, 都一定要小心 不要亂信人 而同樣是拿不回錢的 還有他們, 一班媽媽 昨天我們報導過 嬰兒尿片網店發生銷售爭議 一大群媽媽上門追討 隨後海關在昨天下午 拘捕公司一名男性負責人 協助調查 而現在位於屯門的網店辦公室外 也貼出告示 說公司進行內部盤點和送貨安排 暫停今明兩天的查詢和到訪 不過家長訴求仍未解決 今天依然有一班家長齊閘門外等候 因為他們答應了我退款給我 但過了35天 所以我就上來追回一些錢 我接近4000元 我多次在社交平台、社交平台 甚至乎我打電話 其實也無法聯絡 還有我們也有很多媽媽 很辛苦 帶著小朋友也等了很久 早兩天有些媽媽上來 是她即時付給我過關 成功得到錢 所以我今天才想著抱個希望 上來看看有沒有… 有媽媽說經節目播出之後 才知道退款稱呼 原來有這麼多手續要做 我不知道 因為她買套票時只是承諾 那個套票是無限期的 即是無限期使用 還有你不要的時候 可以申請回購回所有套票 但就沒有說明要這麼多手續 還有要等那麼久 我有119張套票 但現在我買片都買不到 因為她完全沒有消息 問她的東西 她都沒有那麼可觀方的人回答 我如果用最低價的價錢 也要有8400元 還有她昨天突然加了一個 可以預約上來的按鈕 但我按進去後 全部都敷了 到了11月 沒有一天可以預約 我覺得她是虛切 看不到又有片 有家長嘗試拍攝倉庫內部 說看不到有貨 今天上來門口又沒有開 倉庫又沒有東西 然後我們在門口哪裡拍進去 有一次尿片都看不到 無奈 我們星斗小市民 幾千元都是錢 如果可以清戶當然是清戶 但是她有片皮 我們也要 希望會先報海關和報警察 有家長報警 隨後警方想來協助調查 幫家長登記 今天下午 海關就此事召開簡報會 到昨天為止 我們約會收到216宗個案 個案牽涉的金額 總共有… 現在約會約23萬 在昨天我們已經拘捕了該公司 一個46歲的男負責人 而在今天較早的時候 我們已拘捕了有關46歲的女董事 兩個人現在都是保釋後查的 根據條例 其實任何商戶在接受消費者 就個別一些產品付款的時候 意圖不供應產品 一經敵罪 最高可以灌罰50萬 以及監禁5年 近日有球隊涉嫌打假球 還被廉署拘捕了 而這隊球隊懷疑是魚丸 有網民看回去年的一場球賽 覺得疑點重重 我們先看看片段 穿著綠色球衣的魚丸球員 他一支箭打算截著球 怎知道不小心 自己一腳踢到黃門 不要緊 我們繼續努力 下一球想控制球 誰不知又不小心 全失了球 還給了機會對手射籠 真是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大意 結果對方贏了6比0 這麼開心 可能和他們一樣去了慶功 第一 大二人 圓起收盤 結束 劇集發言人戴基局完美落幕 全劇收視和口碑都成績嬌人 昨晚總監製家豪哥 就請上一眾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出席慶功宴 感謝家豪哥 應該的… 是要感謝發言人的所有台前幕後 但為何這頓飯呢 金田CP又不見了 阿金,他是不是又趕著… 臭客 他現在去報新聞了 他現在去報新聞了 你終於嘗到大家的心願了 你們那一吻 對 對,完成了… 完成了… 後面的夠不夠嗎 不夠… 慢慢地… 我們這是溫慶親情劇 我們是有情歲月延伸到感情線 如果大家覺得不夠的話 可能第二輯見 Joman,你們那一隊CP又成為這個紅綠燈CP 對,我們很趕 我們到最後已經準備三年了 我們趕著生兒子 家樂也很厲害了 有一個新的形象給大家看 對,比較跳脫 令我個人開朗了,經常在搞笑 但不知道大家覺得否好笑 好笑 死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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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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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了老婆是比較不同的 是… 蕭芳,你又有什麼表現呢? 你幹什麼? 丫女兒… 我們最喜歡玩紅酒的,美美 對不起,我知道錯了 好… 我們是道歉的,我全都兇了 是 觀眾追了發炎陽金這麼久 都說不捨得這群演員 不要緊,因為劇集美已經出現彩蛋 他們已經開拍逆天群案件 再續前緣 逆天群… 她不會再… 她不會再淋我走 我們的恩怨在逆天群就化解了 我們的恩怨在逆天群 她變成仇人 其實逆天群明明會愛上我 昨晚有一輛巴士 駛到油麻地時 有一個女乘客就發現到 在下層有一個男乘客 疑似露體 以及做了一些威褻的行為 那女孩很勇敢 立即通知車長報警 那男子立即走上去上面一層 還竟然拿了一個救生鎚 出來撥爛車窗 跳車走人 網民就說 這個男士竟然在上層那裡 跳下地還九秒九地逃走 她離開的決心也挺大 那男人決心走路 女子的決心最大會是什麼呢 可能是保持健康 這麼快到五月, 夏天趕到來 又是背心短腹出場的時間 不過還是扔不起心肝去減肥 真是大件事了 兩個月前 KOL、Tracy遇到一樣的瘦身難題 你怎麼發現自己胖了 因為轉軌的時候 打算拿背心短褲出來試試 誰知穿背心的時候 手臂的包包又走出來 穿短褲的肚子都擠出來 有些褲扣也扣不了膩 可能我經常外出吃飯 又油又多味精 所以就很容易胖 那你有試過減肥嗎 有, 我試過很多不同減肥的方法 例如坊間的減肥藥 試吃和做運動我也試過 但效果不明顯 還很容易反彈 我也試過吃減肥藥 令我手震和頭暈 試過出現不良反應 他不敢再亂吃減肥藥 你最後用了什麼方法受傷? 後來我的藥劑師朋友 介紹了一種專門針對減肥的益生菌 給我吃 我吃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很明顯我的腿位和腰位都瘦了很多 現在大概瘦了五至六磅 而且我去洗手間排便 也順暢了很多 而且它又沒什麼副作用 不會令我肚子很擠 益生菌可以改善腸道便秘問題 以及提升免疫力 很多人都知道, 瘦身也可以嗎? 為什麼益生菌可以同時幫助瘦身? 原理是什麼? 在這幾年, 英國在歐洲做了一個 最大型的雙盲臨床測試 發現益生菌對體重管理非常有幫助 為什麼做到減肥呢? 主要因為有一種益生菌 叫做杯牙乳酸幹菌 它可以加強身體的新陳代謝 增加飽肚感 同時可以抑制脂肪的消化和吸收 證實服用益生菌 可以做到修腰和減歇維的效果 市面這麼多益生菌 大家應該怎樣選擇? 其實在選擇益生菌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選擇一些有證明 有臨床實症的益生菌 例如醫學級別的益生菌 因為它可以確保益生菌 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以及確保它的活性 韓女士媽媽上年年尾在家裡不舒服 家人檢查到她血糖指數高達34 誰知道上到救護車再檢查 而氣顯示血糖指數只有1.4 醫護就叫韓女士給汽水媽媽喝 最後成為她一生的遺憾 轉頭東張西望 香港最近已經發生了三宗家居意外 都是因為在窗台失足而墮下 而今天在網上也有人出帖 看到這些驚心動拍的場面 是呀,立刻看看照片 大埔屋邨的這名男子 大半個身擒出窗 眼望著冷氣機 還又來個超高難度的動作 就是反手疑似抹窗 金牙煙的動作 大家真的不要做 一個小小的失誤 隨時可以影響到大家的一生 我們不是要去投訴誰 如果第一個投訴,就是投訴我自己 為什麼這麼笨 為什麼我會拿罐汽水給那個人 明知道媽媽的血糖是高的 第一個怪是應該怪我自己 媽媽在晚年人生的一個轉折 成為何女士心中無法磨滅的一根刺 媽媽達90歲高齡 平時也相當精靈 但去年年尾一場變故 令她自此在醫院病他虛弱度過 其間病情反覆,更在四月初離世 而當初入院 是源於媽媽血糖指數升高人質 23號那天她開始嘔吐,不舒服 我們都不在家,回到來 她的情況又不是太差 因為老人家是長期糖尿 她覺得不錯,不肯進醫院 但也拖到24號凌晨 大概三、四點左右 我們都覺得她的糖尿已經34 其實如果血糖指數達到30以上 其實真是一個很高的度數 通常可能會引起一些嚴重的冰發症 包括一個叫做糖尿病、糖酸血症 病人可能會腦痛、吐吐、小便會增多 呼吸會急速,另外全身乏力 甚至不清醒,最後會陷入昏迷 甚至死亡 34度糖尿,我們就叫白車 叫白車來到之後 那個救護員上來,她一查 她說,婆婆糖尿1.4 我不是,是34 初初在家幫媽媽量度到血糖高 轉眼間,竟然變成血糖低 有沒有可能在三十多 可能在很短時間之內 跌回到1點多呢? 這種情況又不是完全沒有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要看 究竟那個情況 是我們刺手指的時候的技巧 會不會出現一些偏差呢? 尤其是老人家 他的手指的血循環比較差 血管比較幼一點 尤其是天氣冷 我們那個血循環比較弱一點的時候 那個偏差就會高了 所以如果我們檢查的時候 我們發覺那個血糖值 是有一個很大的變化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可能找另一隻手 捉另一隻手指 再去看一看比較一下 究竟是真的都是低還是都是高 我重複應該說了四、五次 不是吧?我們是捉到34 那連工人都說34、34 那他給個…你看看,是1.4 就是用他的報機檢查是1.4 對,1.4,有沒有糖水? 我說不是吧,真的是34,喝糖水 我那部機,你給我咬? 那我就沒辦法了 因為他是醫護人員 我就在雪櫃拿了一罐汽水 就給了媽媽喝 不僅量度度的血糖指數急轉直下 媽媽的身體狀況 都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急轉直下 他喝完汽水,落到白車的時候 救護車的哥哥都問他 那時候才問他 那個是你誰?他看我看我 我說女兒呢?他還清醒嗎? 但到了急症室,看到他反白眼 我已經叫救命 我說醫生,救命,我媽真的反白眼 就已經馬上推進去,有個搶救室 這個時候他才知道 當初救護人員堅持量度血糖低 而緊急幫媽媽補充糖分的汽水 會有可能由救命藥 搖身一變,變成致命毒藥 那個急症室醫生一檢查,就是81 用急症室的機器查是81 對,然後救護車哥哥就跟我說 原來我的機器壞了 與我無關,我是按照我的程序做 後來上了房間 他的腎衰竭,他說他有肺脊水 我也知道應該是血糖過高 打擊器官 醫生說他血糖高得那麼厲害 就引致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血糖值很高 我們再給一些糖水 或者有糖分高的食物給他 就不太理想 反之我們應該要打這個胰島素針 將血糖盡快降低 當我們的血糖很高 而我們身體產生不到足夠的胰島素 我們身體需要能量 我們就會將我們的皮下脂肪 就會去做一個消化,提供這個能量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產生很多酸性的物質 而這個酸度 導致我們的不同的器官都會受損 包括我們的腎臟和腦部 所以這些糖酸中毒的病人 他會神志不清 然後腎臟的肌臨會慢慢衰退 到真的變成一個腎衰竭的情況 至於那罐汽水 有沒有機會是導致腎衰竭的原兇 現在已經無從得知 只是至何女士對改名救護人員的決定 抱有很大質疑 她的問題就是從來沒有想過 有些狀況是你的肌肉可能壞 你這個判斷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做過良血壓 有沒有做過 其他事你可以做一下 你是專業人士,我們尊重你 我很多懷疑,我說不是,真的不是 但是我都遞了給她 這個動作對於我來說 我是一個一生的遺憾 其實事故發生後 何女士一位從事 劍職救護工作的好友 也有在身邊提供意見 協助她去消防署發信討回公道 她形容那名救護員的處理手法 不理想 義務這裡的救護工作 我已經做了三十多年了 照我聽我的朋友說 她完全沒有根據指引 去做一個全面的身體檢查 去判斷究竟哪件事 才是確實呢 她就直接說 我就信我那部血糖機了 現在她說她低 她要補充那個藏份 一般的認知 如果那個血糖是低到一點幾度的話 基本上那個人的神智就一定有改變 通常會出現的情況 其實基本上都可能已經昏迷不醒 這樣的情況 就不會像我朋友的媽媽一樣 完全是清醒 可以對答如流的情況 她亦質疑救護人員提出 給病人飲用汽水的決定 她跟消防署的指引 是應該用她自己帶備的 藥用的D10的葡萄糖水 如果她喝到的話就讓她喝 而不是給一罐凍冰冰的起碎 她去喝這樣的情況 當時她拍到她救護員給急診室 醫護人員那張處理過程的報告表裡 於是我們就事件向消防署查詢 消防署確認當時救護車主管為病人 量度維生指數和進行血糖測試 結果顯示低血糖 與病人女兒測到的高血糖指數不一致 即使如此 救護車主管仍然皆定為低糖症 並認為低糖症較高糖症 對病人的影響更嚴重 可能出現不可逆轉的影響 於是平衡風險後 決定幫病人進行低糖治療 當中只提及服用的是含糖分飲料 而對於該名救護人員的處理程序 問她有沒有構成失檔 她們就沒有正面回應 只表示仍然在調查中 事故令本來行得走得的媽媽 受困於病塌 何女事回憶起媽媽入院前 不僅僅證明 還正如煮食、做手工和車衣 可惜事到如今, 只能賭物私人 她亦感慨媽媽在這幾個月愛床期間 長時間都在不清醒的狀態 缺乏相處時光 連媽媽的最後一程都陪伴不了 婆婆不行了, 停了心跳 現在搶救了之後又回來了 你們會不會繼續搶救? 我們都說不會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進去 既然你不搶救 是否應該讓我們家人 陪伴婆婆走最後一個… 她用什麼理由? 醫生正在做事 差不多直至我媽媽斷了氣 過一段時間她才說 你們人齊了, 媽媽 你們現在進去吧 醫院方面是多一些的… 就是compassion 多一些跟我們家人的想一想 你都不搶救了 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呢? 我們不是說要去投訴誰 如果第一個投訴是投訴我自己 為什麼這麼蠢? 為什麼我會拿罐汽水給那個人? 明知道媽媽的血糖是高的 第一個怪是應該怪我自己 家人都沒有怪我 要明白到就是說 她這樣的年紀 她捱了這麼久, 她要走也是一個… 必經的, 我經常都笑 可能我先走過你, 媽媽 是不是?沒有一定要說 老人家先走 不過我就覺得 如果這個療程是比較專業一點 多一些的compassion 多一些的關注, 是否需要這樣? 天后慶了 辛苦了一群在外面工作的朋友 勞工署今天更加發出了 首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 建議做極重勞動的朋友 每做三個字夜, 要休息九個字 但是有網民就質疑 在節奏這麼急速的社會 其實是否實行到呢? 我明白的, 搵食艱難 但安全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 拜拜 上個月報道過 黎伯伯在馬寶道兩個舊樓天台 被發展商申請強拍 兼要求放棄業權 真金白銀買下的物業 涉及差鐵化為烏有 經過我們的報道 和訪問了多位專家分析業權權益 事件峰匯路轉 最終身取得以倍數計的金額 來於東張西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